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邓紫棋 张艺兴 刘雨宁 黄霄云 蔡徐坤 王源等流量与实力兼备的年轻歌手 还有新生偶像男团时代少年团 也有什么七叔 墨教姐姐 海莱阿姆 苏星杰等网络歌手 但最令人瞩目的 当然非周深莫数 为什么呢 看看数据就知道了 周深这一年以35首歌 累计123次登上游泥榜Top20的数据 位列年度绝对第一 在周深之后 上榜歌曲数最多的是刘雨宁14首 王源11首 多数都是2到6首之间 从上榜次数来看 在周深之后 最多的是时代少年团40次 其次 刘雨宁和王源都是34次 而大多数人是10来次 周深的上榜次数 差不多达到Top20歌手中 其余19位歌手 上榜次数总和的一半 这个数据的对比不用多说了吧 再来看年度影视OST Top10 这里统计出的是年度得分最高的10首影视OST作品 影视OST算得上周深的主战场了 所以很抱歉 这里的数据对比更加惨烈 可以说 其他歌手在周深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得分最高的10首OST 除了一首山河令的主题曲《天问》 和一首《斗罗大陆》的主题曲 《策马正少年》 其余全部由周深演唱 《天问》由刘雨宁演唱 位列榜单第七 《策马正少年》由肖战演唱 位列榜单末位 也就是说 排名第一到六以及第八到九的作品 共八个席位都有周深垄断 这八首影视OST包括 一 悬崖之上 电影悬崖之上主题曲 二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主题曲 三 剪电视剧《长歌行》主题曲 四 决恋电视剧《千古绝尘》主题曲 五 繁星璀璨的天空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主题曲 六 小舍得 电视剧《小舍得》主题曲 八 《无疾而终》 电视剧《天龙八部》主题曲 九 跳舞的月光 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主题曲 天哪 这太恐怖了 照这样下去 以后所有影视剧OST都要找周深来唱了 别的歌手都吃不上这碗饭了 周深这样一家独大会不会太狠了一点 最后再来看一个年度流派歌曲之国风Top10 在这个榜单中 周深没有OST榜那样恐怖的垄断性 但也在实习中占得三席 分别为剪 绝恋和问花 剪和绝恋两首作品上面已经说了 而问花是来自电影《白蛇2》青蛇节气的主题曲 周深三首上榜 那也只是与时代少年团打个平手 他们一起占了年度Top10国风作品中的六首 所以在这个榜单 只能说他们旗鼓相当 而没有呈现一起绝成的局面 说到这个时代少年团 确实不容小觑 在官方公布的这些榜单中 他们的名字也是相当耀眼 除了上榜年度歌手Top20 以及在国风Top10中占到三席 他们的成绩还有上榜年度热门专辑 Top10 他们的专辑《五项之年》位列第三 上榜年度热门EP Top10 他们的两张EP分别拿下第一和第三 上榜年度热门团体且毫无悬念拿到第一 在女性听众偏好的Top10歌曲中 她们有四首作品在列 而除了这三个榜单 周深还在年度动漫歌曲 年度游戏歌曲等多个领域全面开花 一口气拿下15个Top1 整个2021年 周深共39首歌曲累计上榜214次 与上面的123次不同的是 这里是进入Top100为上榜 上面是进入Top20 夺冠六次 新歌被超过1亿人收听 是游泥榜健榜以来上榜次数最多 且夺冠歌曲数最多的歌手 或许有人说呀 这不就是个流量榜单吗 能说明什么呀 确实相比于浪潮榜的专业性 游泥榜是偏流量性质的 因为没有人工评分 全靠音乐平台用户数据说话 据悉 其作品计分 从播放指数 传播指数 喜好度 付费指数 人气指数 五个维度计算而来 其权重占比分别为 播放指数35% 传播指数20% 喜好度10% 付费指数15% 人气指数20% 既然偏流量性质 那么粉丝多不多 狂热不狂热 对这个榜单还是有明显影响的 但这种影响不能算致命的 一来它有比较科学的权重分配 二来现在对于打榜这事 还是限制的比较严格 比如树砖销量和付费打榜 单用户都只记忆 VIP用户也一样 尤其是周深 你可以说他现在有一定流量 但绝对不能说他是靠流量 称起来的偶像艺人吧 他一年能214次上榜 年度OST中占的8到10的席位 如此一齐绝尘成绩 你要说是靠流量刷出来的 那显然说不过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歌声 如果没有路人听众的参与 仅靠粉丝的力量 他力压蔡徐坤 张艺兴 时代少年团 刘雨昕等人嘛 万万没想到 当初登好声音舞台 那个貌不惊人的小鸽子男孩 几年后已经蜕变成 当今歌坛的首席门面了 他靠一把天籁嗓音 硬是在流量当道的歌坛 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也为无数热爱歌唱的年轻人 带来希望 只要真正唱得好 在这个年代 依然有机会出人头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的世界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